我应该如何劝五星回头 不要再造罪业了 你可以好好地去念地藏经 地藏经上那些理论跟方法都能帮助你解决 所以我们读经是要解决问题的 经里面的道理要懂 经里面的方法要应用在生活上 如何帮助你的父母 让父母能够和好如初 那是很大的功德 最重要的你看看光木女婆罗门女 真尘迪了 中国古人常讲 金尘所至 京师未开 只有真诚心能够感动别人 尤其是妇女母女 你用真诚心的时候 格外容易感动 所以地藏经非常有效果 第四个问题 它是我是七十多岁的老太婆 目前我遇到最大的障碍 就是在读经时候 读经时 念佛事 这个下面记不通 这是 读经时 福阔 这当中句子一定有调到了 最大的账目是 读经念佛事 福阔 想尽阔多了 妄念自然会少了 这样做于义佛 无念而念是否有些相近 我的想法对不对 你的想法不对 我看你这个意思 大概是你在松经念佛的时候 妄念很多 妄念很多不怕 因为你的功夫还不得力 不得力说要加强 就好像你肚子饿了 吃一碗饭没饱 不要紧 再吃第二碗 第二碗没饱 再吃第三碗不就吃饱了吗 现在就是你的功夫还不够 所以扶不住烦恼 不要害怕 认真努力 再加以十日 你有个三年五载的功夫 不忘年就可以付出了 不要着急 不要害怕 第五个问题 这秦教四十八院中 第二艘二十三院 在清静平等觉的西方净土 是否与往生是处还要有这些变性的手足吗 是否这是否调众生的方便说 这个就是女生转男生 你不要操这么多的心 为什么呢 你操这么多心 恐怕几个世界就去不了了 要用清静心 这个学佛 最重要的 这个经文能懂很好 不懂不要勉强 不懂没有关系 用清静心 真诚心去学习 时间久了 自然就懂了 中国古人常讲 都数千遍 其意自尽 这是什么道理呢 一千遍念下去之后 你心定了 定就开会 智慧是从清静心里面生的 智慧也开了 那个不懂的地方全都懂了 就这么个道理 定重要啊 你们看看 中国有个很有名的例子 禅宗六祖 会能大死 不认识字啊 他为什么有那么高的智慧呢 无论什么样的经 他不认识字 当然他不会念 你一念给他听 他就给你讲解 什么原因呢 人家心底清静 人家心里都有智慧 所以能替你解决问题 那我们呢 我们的心浮躁 我们这个心里面 七上八下 这是烦恼稀气很重 把智慧也障碍住 智慧不起作用 这就比不上人家了 你要懂得这个道理 你就智慧 你就智慧 修定 看智慧 智慧开了 什么法 全都通了 不但佛地精通了 这个世界上所有宗教的精都通了 没有一样不同 一精通 一切精通 就这个道理 原理在哪里呢 原理佛经上说得很好 一切法重新相声 尤其是华言经上所讲的 宇宙万有 万思万发 唯心所先 唯实所变 你达到清净心 清净心是真心 真心能心 能变 哪有不同的道理呢 哪有不同道理呢 最重要的是 修清净心 修清净心的是 怀疑是 清净心里头最大的障碍 不要怀疑 懂不懂 没有关系 只要不怀疑 公公经济制度 界定会都去做 第六个问题是 共同一发生的意思 是否就是 宇宙一切 有情无情的众生 都是共同 一个母亲所生的 只要把母亲两个字 改做真心 就行了 都是真心所生的 这个真心 在佛教里面 也称为本性 也称为法性 确确实实 是一个真心所生的 真心就是真诚 所以你只要真正 达到真诚呢 宇宙之间 一切驻发了 性向离死因果 全都通了 第七个问题 整个一真法界 和苏婆世界 是否有佛和神 在运作管理 如不运作管理 是否会杂乱 无规律 这个事情 我们只要想一想 自己 从哪里想呢 从我们身体想 我们身体是个小宇宙 你说身体 这有多少器官组成 外面 眼耳鼻射身 里面五脏六腑 每一个器官 多少细胞 组成 那一个细胞 现在科学家 给我们说 你把它分析的时候 多少个分子 多少原子 多少电子 多少粒子 你想想 这个身体 全身上 有没有一个人 在同筹 在管理 有没有 特别是 你在想想 那个婴儿 生下来的时候 她的身体 就五脏流浮 通通齐全 什么人制造的 她在母亲肚子里头 是母亲替她造的吗 这个事情很难解答 恐怕在全世界 找不到一个人 难解答 佛经里 这有一句话 四个字解答 发而如实 本来就是这样 叫发而如实 什么时候 你真正把这个事情 搞清楚 搞明白呢 那个真心献切